然后打开电源 等这个末车走到中间的时候 我们把电源关闭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左右移动了 左右移动 就是要清洁 清洁一下这个导轨 然后还有这个 关窗条 用酒精 这个关窗条用酒精清洁 你看还是很脏的 差不多这个清洁动作的话 一个星期就要做一次 然后这个导轨上面 导轨上面把这个油脂 黑色的油脂给擦掉 把那个擦完以后导轨上面要加这个润滑油 这个我们每一个机器都有配的 在上面涂一点 不要涂太大块了 我们尽量涂均匀一点 还有一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这边要清洁干净 这边也要清洁干净 要不然它没 这边也要清洁干净 或者打印效果有影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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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棉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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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沾点酒精 把它擦一下 这一圈 就是很脏很脏的 它这是一个密分圈 如果粘了以后 墨水多了 它会对密封有点不太好 就是密封不严 导致它清洗喷头的时候 就不能更脏 那这边还有一个刮片 这个刮片要把它弄上来 就是用个东西来 放上来 放上来以后 不要给它擦干净 擦干净 以后就把它放回去 然后把这个木车放中间 然后再开机 让它完成 完成一个正常的字节